同修在看白话佛法的时候困得不行 就睡了一会儿 然后梦到自己去上学 老师布置作业 但是同修呢他不会写 后来有人就给他就是吃梨 他咬不动 然后人家给他弄成小块 他还是咬不动 后来发现满嘴一个牙都没有了 请师父解梦 这个就是这个人现在修了偏了 满嘴一个牙都没了 就是说明他现在周围根本没人帮他 社会环境很不好 学博学得走偏了 例子就是分离 满嘴没有牙的话 就是上人小人下人都没了 不好啊 这个人脾气肯定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感谢师父